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帅哥也筋疲力尽 同年级帅哥筋疲力尽 大一点都可以 筋疲力尽 你记得每年都有天女散花吗 就是把整考证丝了 所有的宿舍楼学校里把课本 撕的粉粉碎 全校师生 不是师生了 全校学生那种发泄 就是真的每年高考好像 从一开始高考就开始变成一个 特别大的一个新闻 然后从大家怎么去准备 然后怎么考题 然后怎么去 就是去这种尽兴的去发散 都是新闻 而且可以分阶段就很清楚 今年最大的 不是我跟你说 你先说这个 这个一点都不奇怪 你假如把高考当成古代科举的话 你想古代每年科举之日 我估计这个场面也不会比今天小 你知道吗 这是一个一国一家都是多大的事情 而且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部分 就是官员选拔制度是吧 对 对 我们小时候以为叫八股文啊 这个好像看到都是负面的 废科举啊 其实中国的这个整个科举制度 这个从隋代开始 这个科举制度 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据 是全世界最就是古代史上最先进的官吏选拔制度 对 公正程度 对 所以我就从古代的这个理想制度里啊 我得出的是虚无主义的一个认识 就是你看五四的时候讲这个科举不好 对吗 为什么呢 说因为你最后考的东西完全不实用 就是八股文嘛 说腐朽到什么程度 对吧 可是今天的高考永远也有人说 这些内容都是这个腐朽的啊 都是这个不好的 出的题都是不对的 永远都有人说 相比之下 我为什么说我是个虚无主义的看法 就是说非官二代非富二代 平民子弟 你就自当是玩个游戏 甭管这内容是是个有用没用 几年还给老师 你背过就忘 其实这个真的不重要啊 咱就好像咱举办一个比赛吧 赛跑吧 你总比那个世袭网替的 总比那个你爸是官 你就能当官的这个体制 哪怕就是像赌博 你说是不是平民子弟 也多一些跑出来的机会 是 但我总觉得我们那时候高考 我就不说是哪一年了 我高考 但我们那时候好像还是 那种整个的气氛啊 就是凝重辛苦汗水 那种东西多一点 不现在一高考就是狂欢 就是在网上就是狂欢 各种玩笑 各种什么 狂欢是旁观者 对我说的是旁观者 考的人哪里欢得起来呀 不是考的人 我就说整个这个舆论气氛 有一种就那个一本正经里头 有种特别荒唐 然后大家都打他去搞笑 你可以你可以看看 你可以看看 咱们看看这个一些一些各地风光啊 你这就是复习的 教室里贴标语 扛个住给我扛 扛不住给我死扛 再看下边 考过高富帅战胜官二代 你看这就是咱说的 这很励志 这就是我们科举的核心精神 对啊 对啊 你再看 这是一群啊 穿 这个妈妈 你看穿的都是旗袍 为什么呀 旗开得胜 我以为拼妈妈 而且为什么旗袍下摆都就比较短呢 就旗开嘛 高开嘛 高开叉嘛 就高开嘛 高考呀 高开这群妈妈 你再看下边 状元登科金榜啊 再这这再看下边 这是 考的全都会 下边呢 蒙的全都对 这碰什么呀 这是这是叫 重 高重 高重嘛 你再看 连这个家庭 所有家庭成员都出来加油来了 你在这是 还还还 就这些 我跟你说 这个网上 你说欢乐 他还有段子呢 这 李小璐比贾乃亮大三岁 马依丽比文章大八岁 高元燕比赵又廷大五岁 王妃比谢霆锋大十一岁 姑娘们都别着急 把自己保养好了 说不定你老公今天高考 就说现在流行姐弟恋嘛 就最后可以找的小男生 哪一个地方的考题 那个作文的题目叫文章与人品吧 所以马依丽回答了 还有 还有一叫范儿吗 说让那个李晨回答 就现在这题目怎么都那么 就是你说的特虚无 就我看了怎么都虚无反法 我们那时候好像都特规范什么 难忘的一件事 什么第一次什么什么 现在那题目还有什么 豌豆加豆啊 搞不清楚的那些 这是徐老师 你这个语文教授 你对年年都要评价一下高考的这个作文 我觉得就评估好几次了 但是呢感受很复杂 首先呢我们的这个 你看每年到这一天啊 全国的那个高考的作文题目 大家都会晒一遍 晒了以后呢 通常最多争议的 就是那些最文学范儿的 今年第一名的就是安徽的 就蝴蝶的翅膀什么颜色 蝴蝶的翅膀什么颜色 蓝金白金水 蝴蝶的翅膀什么颜色 有没有颜色还是什么颜色 生物学的 他们说考生就哭晕在厕所里 哭晕在厕所里 蝴蝶的翅膀 那么 那这要做作文吗 对啊 这个作文的题目啊 作文的题目呢 你看其实是大概有三种 一种呢是最重规重矩的 就是该怎么发挥都行的 好像福建的叫鹿 一条鹿的鹿 有些是比较正规的什么 和英雄过一天 结果有个人在 他说王昭君呢 是民族英雄 我要跟他过一天是不够的 至少一年 我觉得西施也是民族英雄 和英雄过一夜 和英雄过一天 恶搞得不及讲他 那么还有像上海的 我记得是造就和谐自我 对对对 那就非常正的 但有些呢就文学范儿的 山东的是那两个什么 什么 什么丝瓜 藤棍豆丝 连这啥植物都没搞 搞不清楚 最妙最妙的就是 蝴蝶有没有翅膀 不是蝴蝶的翅膀 什么颜色 有没有翅膀 你就更妙 蝴蝶有没有翅膀 这位有没有嘴 不是 徐老师 你比如说 我要看见这个题目 蝴蝶的翅膀是什么颜色 我要接下来作文这么做 我说看到这个题目 不禁引起我的深思 为什么高考历年作文要出的题目 都是这样莫名其妙 这反映了我国语文教育方面的 什么方向 什么路线 我要写了这么一篇文章 从这个题目借题发挥 算不算跑题 斗铁生 就是张铁生 张铁生当初就这样 很出名啊 后来毛远星推荐 就变成了全国英雄 张铁生是白劲英雄 但他写了一段 他写了一段抗议 他就是抗议你的整个 这个教育的方法 像你如果写那个东西的话 你分数肯定零 但是呢 网络可能会转载你这个东西 会拿出来 但问题是 也有人说这个题目好啊 有个诗人叫 忘了 叶框正了什么 就说这个 的确很有文学范儿啊 我摄身处地在想 我一拿到这个题目的话 我当然会一条正规的答题的方法 那就是从自然科学 从自然科的角度 那蝴蝶它的翅膀是什么颜色 我也可以从文学想象的角度 当然可以 但是的问题危险性就在这个地方了 假如我从文学想象的角度 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 我摄身处地 我作为考证 我会怎么回答呢 我说蝴蝶 另外一个常用的方法 叫社会蝴蝶 叫社交蝴蝶 就交际花 蝴蝶它有没人的作用 那这个交际花的翅膀 就是它的服装 那这个翅膀有各种不同的颜色 它可以是无色透明的 它可以是花花绿绿的 你这色黄了吗 但是我在想 我要是这样文学性的回答的话 你碰到的 对 我也在想 你碰到的那个考官怎么办 我也在想 就不一定色黄 就真的假如我很认真的做这篇文章 这怎么叫色黄 你不是说人家透明的 不是 他说交际花 对 他说交际花 交际花也不算色黄 这怎么叫蝴蝶夫人 茶花女 不都在讲这些东西 茶花女可是妓女 对啊 但妓女不代表就是色黄 那妓女不色黄 什么色黄 哎 妓女色黄 你们俩都绕进去了 妓女色黄 你写妓女描写妓女 是伟大的文学作品 你高考作文 你茶花女怎么能说她这个 哦 你是说这个作文 对 对 我们研究这个概念 你怎么能说她色黄呢 我觉得你们这个概念 不是 那有个学生写篇文章 论述一下东莞扫黄呢 当然也可以啊 他给分 当然给分啊 他为什么不能给分呢 他说扫黄的必要性 存在的问题等等等等 不是 我这么说啊 假如说我很认真的做这篇作文 我觉得也可以从文学的角度去做 但是非常危险 假如 对 我就说做 我说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蝴蝶 从小我就经常闭着眼睛幻想 蝴蝶的翅膀是什么颜色呢 我曾经做过那样的梦 一只蓝色的蝴蝶 我还曾经梦到过黄色的蝴蝶 我还曾经梦见过白色的蝴蝶 我觉得这肯定可以 最后我的结尾就是说 我愿意蝴蝶的翅膀 是千万种色 就像我的人生 不挺好吗 对 这个你会达到很高分 为什么呢 因为实际的标准答案呢 是蝴蝶的翅膀是没有颜色的 是根据不同的光线的反射 产生的五颜六色 所以你这个呢 从文学的角度 最后达到了科学的道理 你这个应该得高分 比我的蝴蝶夫人要大分的可能性高 但我觉得他能拿好分 但拿不了特别高的分 是因为什么 他没有再隐身 其实您刚才说的 这个根据这个正确答案啊 后面应该是隐身成 你看待事物的办法 对吧 你说他是没有颜色 而是光线让你看到颜色 其实他一定要你再隐身下去 一个人看到 就是不一样的人 看到同一件事情 可能会有 那个要拿最高分了 对 我就是奋得最高分去 不是 你说 我想说的是我们这种争论啊 是为什么 就是 他为什么一个虚无缥缈的题目 我们为什么写的时候 一定在想 我对不对 我对不对 那个人判我 对不对 对不对 他一个大的题目 你往小处走 因为高考作文啊 他不是一个小范围的 你考研究生 针对老师 你知道谁看 那个时候 你是考你的天才 考你的才华 考你的文采 高考是一个普遍的机器生产 他最主要考的是 你基本的思维能力 文字表达能力 跟你的思想感情的一些 基本的正确程度 可是他题目容易让人写歪 对啊 我想举一个反例 就是说什么呢 就文教宪也在讲 那个美国高考这样的 我没有考过那个 但是你考什么 那个 那个托福雅思那种 那个雅思作文 那个我考过 那作文像八股一样啊 它几个类型 你都很清楚 然后 就是基本上上来 你阐述一个题目 正面 那个反面 然后是结论 基本上就这 就这几大段啊 人家没有什么 特别怪的题目 从来没有 然后 但他也考你这个词汇量 你语言的表达 这个技巧 这个逻辑思维 那个思辨 就这几样东西啊 为什么要搞得 那么虚无缥缈 我不知道 对 中国学生很熟悉嘛 最近美国法院 好像就要判 15个中国这个枪手 就是 你知道那个吗 可能要判好几年来 如果最长 经常有这种 就是说 人家这个美国报纸 当然他们也是 妖魔化我们 说这个中国留学生啊 就已经造假呀 这个替考啊 名声在外了 就以至于就是说 一说起中国留学生考试 人家嘴角边 就会涌现出嘲笑 所以最近这个美国 那边的法院 就好像要判几个 他哪想到 咱们国家国内 更如火如荼呢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这个比较这个中国的考题啊 或者跟别的国家 一些考题啊 感受非常复杂 我不能说谁好谁不好 但是太有意义的这件事情 中国的这个考题 年年是就是最大的特点 就是文学性强 就是因为我们 一方面是我们的考试制度 历史优远 另外一方面是我们整个国家 你看他各种各样的题目 感知自然啦 老实与聪明啦 喷泉与泉水啦 深入灵魂的热爱啦 文章与人品范儿啦 智慧啦 你看都是很空很玄的字 那对比一下SAT 美国的那个正常的 那个作文的考题 我查了一下 他近几年的 这个二十个考题 居然有十四个 里面出现了一个词 叫people 人民 这个我们的人民日报 但是他的people 不是人民的意思 它是人们的意思 但是他的大概的题目 大概最多的题目 是什么样呢 它都是不是一个 这么玄的一个概念 都是实实在在的一个问题 对 是个问题 people too serious 对 人们是不是太严肃了 这就是一个题目 说我呢吧 人们在模仿别人的 这个在创造东西之前 是不是应该先模仿 是 人们是应该 坚持自己的观点 反对别人的 创造一个东西之前 是不是应该先模仿 像是复旦大学的题目 是吗 他们 我们的题目像这么 这么就是说 好像这么潮 其实我都换句话说 我不想说它是虚无 它是潮 它这个潮 其实也是最近这十年 好像我觉得有这样的 就过去也没有 因为我记得我 就我高考的时候 那时候引用了一句歌词 大家就是一个 社会上的大新闻了 呀好像跟一个 就是社会上谈论的 一个话题去接轨了 就觉得这个题目特别棒 后来你看现在都是这些 都是潮语啊 其实 但这些题目就是 美国就是社会话题 很玄妙 很灵通 但是 他们的题目呢 讲的是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 比方说 Is money the most significant effect 为了people的life quality 就是说 这就是我们讲的大白话 一个人的生活的质量 钱是不是最重要的东西 就这么一个题目 这个在我们来叫这个非常勿扰的水平 非常勿扰水平的题目 各种各样都是都是人们 人住在一个同样的社区环境 是不是比搬来搬去会更幸福 那孟母的题目 就是这是很实在很实在的一句句子 我不知道哪里好 也许从我们的我们中国文学的传统来看 美国人这些考题太闷了 太朴实了 太实接了 他很八股吗 他就是先破题正反说 就这样 你知道就说 这个做学问的政策 用一个词啊 叫范式 你感觉到没有 就是说 一个民族 包括美国人出的题目啊 其实我觉得中国现在高考作文题啊 是因为我们呢 这个思想系统彻底杂乱无章 引起的结果 就是你比方说啊 你看美国人的题目 你不管觉得好 还是觉得不好 你一听啊 它属于一种文化里发展出来的 而且你有话说 你谁都可以说话 他特别识 他就这么一个范式 你中国人甚至不会这么想 而中国的八股文呢 过去也是来自于一个范式 比如说是四书五经 出的题全是这个的 我跟你说 就连咱们1977年冬天 中国是关闭了 徐老师这可能有记忆 1977年冬天 中国关闭了11年的高考大门 再次开启 那次我参加了 78年那次我参加了 那是共和国历史上 头一回冬天高考 五百七十万 十一月份还是十二月份 五百七十万考生进去的 然后你记得那一年的 我还考复旦 那年我考复旦 你记得你那一年 我题目忘了 你忘了 我考复旦新闻系跟中文系 我告诉你 那个题目 你可能能想起来 是已故的北师大的一位教授 叫郭玉恒 他为主出的 当时为了出这个作文题 北大北师大很多教授 关在一个宾馆 关了一个月 最后出了这个北京件的 这个作文题 叫做在那战斗的一年里 真的 那个跟英雄过一天是有类比 还好了 但是这个你注意到没有 它也是在一个范式里 那个的那个年代的思维框架里 出来的题 但是到了现在 咱们像是什么 旧的思维框架呀 破了 破了 破了之后呢 你发现没有 这就叫五花八门 五花八门 蝴蝶是什么事啊 另一个地方 但是回避一些很 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 他们的考题里边还有一条 准备明天更好的生活 是不是比enjoy 就是享受今天更重要呢 你看这种考题 其实是一个最最最基本的人生哲学 碰到的问题 这种题目的对比 都让我想起 因为就也很好玩 你说美国就是英语的新闻标题 比如说都特别的简单 你拿到我们这就叫不抓眼球 但你看我们现在就 你打开那个手机apps的那个标题 哎呀 画画绿 那个语言都 就是以前你中文的书写 不可能是这样的 它都特别口语 特别怪的那种各种各样的语式 它也有些比较具体的题目 Can people who are not famous to be better role model than people who are famous 就是说不出名的人成为榜样 是不是比明星成为榜样更好呢 你看这对所有中学生都是 因为中学生崇拜的人一般都是明星 篮球明星 歌唱明星 他的意思说 如果是一个不是那么明星的人 做一个榜样 是不是更好呢 现在问题是 不是那个明星的人做不成榜样 可是还有一个问题 就为什么我们的题越出越这个五花八门 但是我们又被人家批评说 我们只会考试又不会去创造 你像那个就前一段时间 美国不是这次那个就是总统的一个候选人 就是原来惠普公司的那个女总裁 他不是发表一顿就是这个言论吗 他讲中国 说中国人我们都就我们都知道 他们特别会考试 但没有创造能力 然后那个新华社不是发了篇文章 说他这个是辱华吗 就说他 这个也算辱华吗 我不知道 因为我就是我记得我去英国上学 第一天上学 我们第一天就是大家都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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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那 那个校长就说特别讲到 说来自中国的同学 你们要记得在这个地方 你们要学会去质疑 说你们的文化当中可能没有这个 但是你到这里要学会去提问题 要去质疑 那你学会了吗 他说了之后 就一半一半吧 也许有一点 那你在质疑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老师他对你的态度 和你在中国中学的时候 老师对你质疑的态度是一样的吗 他们特别欢迎你质疑 如果你提的问题还好的话 他们就会特别高兴 而且你假如你能推翻他的 就是这个说法 而且你说的是对的 学生怎么可能推翻老师呢 当然有可能 在某一些 在看你问题的设置 有些问题 它是没法有标准答案的 比方说他有一个问题 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有创造性 你看 这个credit 就是那个创造 这个题目其实可以两面答的 对不对 社会上某些工作 它也许就是纪律性 努力 实践 比创造性更重要 某些工作 所以这种题目 它本身 它就给你一个 开放式的 反夺的 表达自己意见 但是 我在比 我在这样想 我读这些题目 一方面我觉得 他们提的是一些老老实实的 社会价值的问题 相比之下 我们的文化 水平高多了 我们的题目 文学性高多了 空灵多了 他是杜甫 我们是 李白 我们是李白 对不对 但是另外一方面 至少我们要弄个白居易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也接着说 你们刚才其实说的非常对 我们的题目空灵 其实反映了我们有很多 社会基本价值观念的 目前的破碎 很难回答 就包括刚才讲的一些 最基本的 你怎么看对别人的观点 怎么是容忍 或者创造性 到时候考考官会非常难对付 所以我们的这个题目 我个人觉得 好学性强 考才 他们只是考常识 但是从弱点来讲 也证明了我们现在的 这一些社会最基本问题的 这个答案 不是那么 不是那么 所以有的时候 我甚至还担心 你出的题目是特别空的 是特别开放性的 但是呢 判见老师 你头脑里的精神枷锁 对 使得你不能够欣赏 众多旁易协出的答案 对 就像微检查花 你就变色 反而是人家那个题目 看似就是很简单 但它的下面判断的价值观 是可以很多元化 而且我跟你说 我发现还有作弊问题 你知道这个 今年内蒙古考生 为了防止替考 使用了什么 多先进 内蒙古考生 全部通过止静脉验证 才能进场 什么什么什么 利用手指内的静脉分布图像 你知道现在有些那个豪者 豪宅 就是指腕静脉 还是指静脉 这个会形成什么识别图像 才能开门 那个门锁 就比做美国签证还难 没错 就是指纹是吧 不是 指静脉 指静脉 就是说 我没听懂 这我那是高科技 不是 他有一个 用右手先刷身份证 然后把左手的食指 有一种指静脉的验证器 就是他目的就是防止枪手 指纹我还能剁了你的手指 都按一下 对吧 指静脉 得活人 留着 我还以为作弊 可以把材料输入到 静脉里面 考试的时候 一按标准答案 过十年会有 而且这次你们这一记者出名了 难度的 还是我们武汉大学学过新闻的 难度 不过有争议 说他这个行为 用这种握底的方法 去抓这个替考集团 但是呢 好像有一个法律专家 就说了 说这个 在我国呀 替考还不属于犯罪行为 所以这个记者呢 不算 你看他这说的吗 替考 中国人民大学什么的 就是违规 中国政法大学 对 不是犯罪 是吧 他违规 这阮七林教授说 而且呢 这个 就是 这个 在相关刑法中 记者确实做了教育部门 法规禁止的事 属于违法违规 但是客观上讲 他卧底的行为 属于履职的行为 而且他这次 他准备的特别的 就像人家拿了一个偷拍的 他先去公安局 先去备案了 然后呢 他卷子上面 还在底下写了 我这个是替考什么什么 因为什么什么什么 你这张考卷要去作废 他都写了 就是他事先准备是很周详的 他这种法律史也有 这还有一个引起很多社会关注 引起争议的一个考题 就是给违规的父亲写封信 这个很尖端 这个引起法律跟人文的关系 我个人觉得这套题目出的挺好的 就是说 如果小孩的立场啊 你的老爸交通违规了 你给他写封信 当然了 这个真是插在边缘上 这是他还好 这个老爸是持交通罚单 这个女儿写封信的 我觉得顺利成章 什么大义灭亲都谈不上 就是你爸爸是开车不走 但是要是这件事情大 不单是交通罚单 万一是撞伤撞死人 这种时候 你再交女儿去 揭发也好 你男也好 那你是治女人伦关系 接着为你播出健康新概念 你不能逼迫 你不能强迫他揭发千言 j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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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感谢观看